一定有三大症狀 夜經不規律久久不來 人家是 夜經他是寂經 身下修動 甚至像我這個病人是郭明年輕 一年次來一次 第二個就是他的外觀或抽血 男性荷爾蒙很明顯 比如說 洗澡掉頭髮啦 或者是雄性凸 或者是長鬍氣渣渣 或者是長青春柔 那第三個就是 黑色GP也是 那第三個就是 要做運動插波 去看他的卵爪有沒有像珍珠項鍊排列 但是像這樣的 少女我們都不太敢做 所以我們大概就用抽血 或者是說從外觀看起來像男人脖 甚至我一個病人 她整隻腳像是狼人一樣 整隻腳都是毛 你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小姐的照片 這個不是大男人 你看她的毛 然後她跟我講一句話說 蔡醫師 我很man欸 很man其實對一個女人來講 不是說錦鶴的名字 但是她就講說我是man 對 所以就是男人 男性核膜過高 越性不規律 這個兩個出現大概就是 母女 媽媽帶著四個女兒 五個全部都胖嘟嘟嘟的 全部五個都是 兜蘭西綸 兜蘭西綸 也就是媽媽傳給四個女兒 所以這個有遺傳性 有 它是基因的病 哇這邊來說 是胖壞